小白眼 小白眼 呀!他的手斷了 因為剛才我發現其實是要攻擊他才有用 現在的話 我又回到了這裡 現在我不懂還頂到沒有 再試看 剛才也...哇 死了吧 死欸死欸死欸 ok 吃吃吃 垃圾食品也吃下去了 虽然有副作用 再站一回合 怎样咯 这里很难 我还要回来 没塔盾 为了补命 我就吃一次 节目不可以站起来 这些 很鬼难 ok 再看如何 戏剧性动作 还是我要 哦 不能打到那些 自狂 因为我一直是用自狂啦 收视力可能是要搞 你真的要人类都毁灭吗 难道你这么相信你自己 吃招了 哇 死了 哈哈 哎呀 真是励志 好吧 我们只能活一个啦之间 都知道谁会赢 见证我身为全人类的明星 真正力量吧 啊 那个心脏呢 现在就是可以弄到 哇 谢啥的 可以了吗 还没死啊 那么难道你是明星吗 你真的能够保护人类吗 死了 哇 哇 哎 还不死吗 他 OK 这个是要蓝灯的 蓝灯才可以 一来我也不知他什么意思 呃 还要继续吗 我怕我会一下死掉 哇 越来越难 噢 噢 噢 看看这些收视力把从未拥有这么多观众 这是观众来电的里程碑 一命幸运 观众将会有机会 在我永远离开地下之界之前 和我聊聊天 让我看看这是谁 你好 你上电视了 在我们最后一集节目上 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好 梅塔顿 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我的日常生活很无聊 但是 看着荧幕中的你 是我 什么 感同身受你给我生活带来的观传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这是最后一集了 我会想你的梅塔顿 我不是故意说这么长时间 噢 等等等等 笑 他已经挂了 我再接一个电话 梅塔顿你的节目带来很多欢笑 你周日之后我不知道要看什么了 我梅塔顿形状心中 缺了一个梅塔顿形状的洞 啊 我明白了 大家 我十分感谢你们 请 也许我最好在这里多待一会 人类已经有很多偶像和明星了 但怪物们 他们只有我 如果我离开的话 地下世界就会黯然摩斯射 被我抛弃的指数 会化作 充满痛苦的无敌深烟 所以我想我得 推迟我隆重的手势亮相了 而且 你已经向我证明了你的强大 也许你强大 足以花过艾斯托尔的阻拦 我相信你可以保护人类了 哈哈 总之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事实上 这个形态下的能量耗损 十分低效 再过不久 我就会失去电力 然后 嗯 我会没事的 迷倒他们 亲 还有在座的各位 谢谢 你们是绝佳的观众 就这样吗 哈哈 又一个难关过了 难关中的难关啊 哇 总算打开了锁 你们两个还打架吗 哼哼 我的天啊 美塔顿 你是不是 感谢老天 他只是没电了 如果你死了我 我就 我的意思是 不会有问题的 他只不过是个机器人 如果你毁了他 我总能 再造一个就好了 你先出发吧 哈 我需要点时间 缓缓 没电了 所以 那个科学家 我觉得他也是 伤心吧 嗯 真的过来 刚刚 真抱歉 我们 接着往前吧 往前吗 所以 你现在就要去见艾斯托尔了 你一定 很兴奋是吧 哼 你终于 终于可以回家了 到了吗 他讲什么还有 没有我没有讲东西 等等 我的意思是 我正想要跟你说 说再见 还有 我忍不下去了 我骗了你 只有一个人类灵魂的力量 是不足以 跨越结界的 跨越 屏障至少需要一个人类灵魂 和一个怪物灵魂 做什么呢 如果你想回家的话 你必须夺走他的灵魂 你必须萨斯埃斯托尔 哼 抱歉 走了这样快 我们终于到了吗 终于终于 到了皇宫吗 最终地点 哇好久哦 这样搞吗 哼哼 哇 要怎样啊 存个档 往上走 看一下这边做什么 正在运转啊也是 哇 这个是城市这样吗 已经看到这些 高楼大厦 哼 地底下的高楼大厦 还是是沙漠这样的 整个地方灰灰灰的 直上 直通去城堡吗 嗯 哦 直接又存档 是代表最后了吗 这条路 这条路被两把挂锁锁住了 上面附着一张纸条 哈喽 我在花园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庆数的事 请马上过来 钥匙放在厨房和走廊 钥匙放在厨房和走廊 有点像杨妈妈的家哦 真的哦 做什么呢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人类掉进了遗迹 那人类甩伤了 于是 呼喊求救 嗯 绿色的钥匙 你拿走了钥匙 把它挂到了你手机的 钥匙圈上 好的 直接走吗 哎 国王的儿子 艾斯利尔 听到了人类的呼救 他把这个人类带回了城堡 把人类带回了城堡 他的儿子 哎呦 两个礼物 箱子里有一个新型的挂罪 要带走吗 哎 不管他咧 救匕首 我不知道要不要拿咧 这些东西 还是不要理他先 房间正在 修着 因为我听过有观众朋友讲 什么拿 杨妈妈的房间 会 会有东西的 所以不拿是最好吗 慢慢的艾斯利尔和这个人类 变得情同手足 国王和王后也将这个人类消害 事如己出 地下世界充满了希望 你拿走的钥匙 也是一样 哦 一个奖杯 90年 什么彼此大赛的冠军 这是一个衣柜 里面有长袍 粉色的手工的毛衣 上面写着大老爹 这是一个衣柜 圣诞老人的衣服 通心粉质小花拼图给国王老爹 一张超大号的床 这是艾斯托尔的日记 一整页都写着 今天真不错 墨水人有点湿润 只是一张遗址 还有什么吗 这些我觉得是异样的是吗 金色的花 诶 check check check看 看有什么隐藏东西 寄满回城的玩具 一张全家福 每个人都在微笑 可是看不到是什么 好一张舒服的床 要是你在这里躺下来 可能就再也不想起来了 很多文山 OK 我们走吧 打开了锁链 这是一部 从201X年末 开始的旧热力 一个热棋被圈了起来 哪一个热棋勒 哎哟 然后 有一天 这个人类得了很重的病 得了很重的病啊 身患重病的人类只有一个请求 想看看自己故乡村庄的花 但我们却无能为力 想看一朵花 第二天 第二天 点点点 这个人类死去了 就这样死了 艾斯利尔 悲痛欲绝 吸收了这个人类的灵魂 他化作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存在 藉由人类的灵魂 艾斯利尔得以穿过结界 他抱着人类的遗体 走进了弱热的余晖之中 并回到了这个人类生活过的村庄 艾斯利尔 艾斯利尔走到了村子中心 在那里 他找到了一张开满金色鲜花的花铺 他抱着人类走进了花铺 他抱着人类走进了花铺 突然间传来了尖叫声 村民们看到了抱着人类遗体的艾斯利尔 他们以为是他杀死了这个小孩 人类用尽所能攻击艾斯利尔 他遭受了暴风巨雨般的猛烈攻势 艾斯利尔拥有的力量足以将他们尽速消灭 但是 艾斯利尔没有还手 艾斯利尔牢牢抱着人类的遗体 带着微笑 软软的离开了 伤痕累累的艾斯利尔 伤痕累累的艾斯利尔 满车的回到了家 他走进了城堡 攀倒在地 化作一团尘埃 飘散在整个花朵里 霸原里 一直读错字啊 不好意思 地下王国陷入了绝望 国王和王后 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孩子 人类再一次夺走了我们的一切 死了一个人 就代表夺走了一切 国王决定是时候终结我们的痛苦 必须杀死每个掉进地下世界的人类 有了足够的灵魂 我们就可以将杰杰彻底摧毁 生气了啊就是 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艾斯托尔国王会带我们走出地下 给我们希望拯救我们大家 你也应该露出微笑 你难道不兴奋吗 你难道不高兴吗 呵呵我是人类哦 嗯 嗯 你终于可以自由了 嗯 应该是不能走吧这边 哎可以哦 下去又怎样 存档哦 新加 最后的藏 藏什么哦 哦 应该是这里了 刚才那边是回去 哦 哦 这样漂亮吗 谁啊 sense啊 什么事 所以你终于做到了 你旅途的终点触手可及 不久之后你就会见到国王 同时 你将会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 那是之后的事情了 现在 你将接受审判 你将为你的每一个行为 接受审判 你将为你得到的每一个exp 接受审判 什么是exp 那是一个缩写 它的意思是 处决点数 execution point 不是experience 很厉害啊这个游戏 就是将exp 翻译成另外一个意思 一种用来量化 你对别人造成的痛苦的方式 呵呵 每当你杀死别人 你的exp就会增加 当你有了足够的exp 你的love就会增加 love 同样的 也是一个缩写 它的意思是 暴力指数 level of variance 用来衡量一个人 你伤害别人的能力 你杀得越多 就越容易远离自己的本心 你越远离自己的本心 你就越难被伤害 就越容易放任自己去伤害别人 但你从未得到任何的love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天真无形 你只是坚持着 保持你内心的底线啊 不管你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和增长 你都努力的做这正确的事 你拒绝伤害任何人 就算你选择淘宝 你的脸上也带着微笑 你从未得到love 但你得到了爱 那说得通吗 也许不保 现在 你将要面对你整个旅程最重要的抉择 你在这里的选择将会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 如果你拒绝战斗 艾斯托尔会夺走你的灵魂 然后毁灭人类 如果你杀了艾斯托尔然后回家 怪物们忍会被困在地底世界 你会怎么做呢 好吧 如果我是你 我早就会放弃了 但你一路走到这里并没有放弃 不是吗? 是的 你有一种叫做决心的东西 所以只要你坚持下去 所以只要遵从你的内心 我相信你能够做出正确的事 好的 我们都指望你了 祝你好运 这里就是 去审判我过去的那些行为 就是因为我没有杀过任何的东西 他就当我是 那种善良的那个路线 王座 哼哼 存档 一只存档 这里下去吗?还是上去 下去会怎样? 哇!这样 到底是哪里? 这边吗? 走回来看一下 这里又是什么 哦! 最后了吗? 哼哼 很漂亮的颜色这里 当地当 哦! 有人吗? 请等一等 我马上就 就要玩这些话了 好了 哈喽 我能喂你 哦 我很想说 你想要来杯茶吗? 但是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会怎样? 今天天气不错 对吧? 小鸟在歌唱 鲜花在绽放 对抓迷藏来说 再合 再合适不过了 哼哼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你准备好了 请来下一个房间 嗯? 其实我走 那边会怎样? 还是我要走一走 哎呀!下去先 哦! 什么来的? 一个棺材 上面刻着一个名字 他也是空的 他也是空的 这样吧 我啊 过不了 这也就是 死掉的人的 棺材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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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